好同学们我们现在继续看第93题啊看第93题啊93题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 画线部分是从and the sub languages啊dialect一直画到了typically have fun的啊typically have fun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abcde啊abcde选项啊明显的第一个单词是有区别的也就是到底是用and还是用or吧啊到底是用and还是用or啊昨天讲过了 那and和or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呀找肯定句还是否定句吧啊先复一下昨天呢就是肯定句跟否定句但是这道题啊似乎啊跟这个没有关系啊所以是and还是or也就是说只能是想关联词呗对吧你and的关联词有什么呀比如说between and和both and吧both and那or有只有一种吧就是either or啊either or或者either or好我们看一下往前找发现一个between吧啊就发现一个between和什么什么和什么 什么什么啊在什么什么之间好的我们发现了一个between那后面一定是and的吧因为它是一个固定搭配啊它是一定是一个固定搭配所以d和e啊所以d和e是不对的没有betweenor或者betweenwith的这种说法啊没有这种说法所以我们先把答案锁定在了前三个单啊前三个选项啊前三个选项啊好的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地方有区别呗 还有什么地方有区别我们发现句尾是有区别的是have found的还是finding啊还是这个find的这个是有区别的但是明显的它是一个时态的区别啊时态的区别是一个啊要把它放到一个次要的位置因为因为你很难把握这个时态啊很难把握这个时态时态还是比较难的但是我们往前找发现有什么呀发现我们讲过的一个单词啊就这个try吧可能发现一个try try怎么着只能是to do啊也就是没有try doing这么一说根本就啊没有try doing这么一说那你直接就把b和c选项排除掉就可以了啊把b和c选项排除掉就可以了啊所以b和c选项排除掉好如果是没有看出try doing来说啊如果是没有看出try doing我们注意看原句的啊原句这有一个转折词啊原句有一个转折词那么发现abc当中b里面这个转折词已经变成了with了吧啊 with了也就是说这个with无论是做什么意思讲谁和谁什么啊和还是伴随无论他是怎么讲他没有but的意思吧也没有but的意思所以b里面肯定是一个改变句意啊肯定是一个改变句意好正确答案是a啊正确答案是a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为什么是have done啊为什么是have done啊也就是说为什么老师现在刚才啊先不要让同学们去找这个啊也就是这个时态 因为你前面说的是nose啊也就是说后面是have done是可以的因为是表示过去发生的事情和现在是有关联的啊是有关联的也就是说一般现在时和现在完成时是可以在一句话中出现的但是啊一般现在时跟过去时啊是不可以在一句话中出现的啊你到底是要说什么时态对吧啊这个是一个明显的一个错误好的啊首先啊首先看到and的情况下啊and跟or的区别啊 刚才老师已经讲过了在这道题装中啊考的是一个啊也就是关联词也就是between and啊between and或者both and啊它是一个关联词再一个啊这个try to do啊前面就做过两道题了也就是只有try to do是对的啊try doing是不对的啊try doing是不对的再一个就是but表示转折啊我相信这个大家都知道but表示转折的情况下你把它换成非转折的词一定是不对的吧一定是不对的 这个是改变巨翼啊改变巨翼好然后然后就是这个最后再去看这个时态啊或者我们检查的时候再去看这个时态我们发现是一个一般现在时加上一个现在完成时的组合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如果你选出一个答案你发现是一般过去时啊这个时候你就好好考虑考虑到底是不是了到底是不是你就说时态啊像是不是巨翼辅助啊像这种比如说动词的固定搭配啊这些东西啊一定留到最后再去做啊 留到最后再去做除非你像这种比较简单的这个比较啊比较简单又比较常用啊try to do啊像很容易啊三个单子很容易背下来啊如果是遇到一个是冷屁的动词然后你也不知道后面用什么啊你就先把它放过去就行了先把它放过去就行了不要在这个固定搭配上较劲啊就可以了好我们看下一题啊下一题下一题啊也就是随着我们的啊理解的深入啊就是从第94题开始啊后面有很多题就变成全化线的题了 也就是全化线的题就是这个化线啊从heating oil一直化到恨不得最后了吧只有两个单词没有化线啊但是这两个单词还真有用啊一直化到了then they were吧啊一直then they were last year啊一直化到了这个地方也就是全化线的题啊或者说长化线的题啊第一个还是大家的心态一定要平稳啊一定要平稳看着全化线啊应该是高兴啊而不是说完蛋了啊越长的越长的句子啊越简单越长的句子 好怎么讲什么叫越长越简单那我们发现啊第一个原则就是如果是句子颠倒的话也就是说你把原句的前面的东西挪到后面或者你把原句后面的东西挪到前面这个一定错啊这个一定错因为它的句子里面是有逻辑关系的啊逻辑关系的尽管咱们看不出来但是它一定是有的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我们看到A和B选项是heating oil有开头的先把它留着但是从C开始 我们发现什么呀连主语都变了对吧主语都变了那还能对吗expectations啊连主语都变了主语变了肯定不对啊那这D就更更不对了对吧It is expectation这等于是所有的都是在说这件事了已经把主语都变了啊那我们看到原文的原文的这个原文的expected啊expected是做谓语的啊做谓语的那你现在把它当作主语肯定是不对的啊好那那E也是一样的啊E也是一样的好 好我们不用去看啊甚至都不用去看什么是主语那我就知道这expectation是在开头出现的吗在原句里面肯定不是吧也就是这种情况下先去比什么呀先去比原句的原句啊和这个选项是不是开头是一样的啊第一个啊无论发生什么先去比这件事如果是不一样的你就直接把它划掉就行了直接把它划掉就行了所以答案锁定在A和B当中啊把它锁定在A和B当中然后怎么办啊然后就比较难了 然后真的就比较难了 我们发现了都有的同学发现了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那到底是war还是deed对吧war还是deed那好像两种都行吗我们注意看一下他前面说的是啊他前面说的是啊paying啊啊paying我们发现是现在进行时然后你这个then they wore last year啊这个时代啊他也是war这个是可以的啊这个是可以的那么我们看到B选项他说的是to rise higher啊什么啊pay pay啊pay about啊five dollars a barrier好的他说的是pay但这个地方说d的同样是last year表示他的时代发现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的啊他就在A和B当中犹豫了啊他在A和B当中犹豫了啊到底是哪个那么就是这个单词啊注意原文说的是be higher啊be higher那么第二B选项说的是什么呀说的是rise啊也就是be higher跟rise有什么区别啊不知道区别的就是这rise明显是个动词啊有新动词啊有新动词 一定错好如果还不知道这个情况啊怎么办rise是一个过程动词吧对吧rise是一个过程动词比如说我说日出啊sum rising啊这是一个过程啊那太阳不是一下就从地平线上啊到天上的吧那太阳不是火箭吧就算是火箭网上飞他是也有一个过程的啊所以be higher是一个点动词啊是一个点也就是说你把一个点动词换成过程动词或者把过程动词换成点动词都是不对的啊 如果考虑不到这么深反正这rise啊这是一个新动词出现新动词肯定是改变句意啊肯定是改变句意尽管他他的句意的他非常近意啊但是他一定是改变句意所以答案啊答案就出来了答案是a啊所以答案是a 好我现在总结一下这个啊长话线的句子啊很有可能大家会遇到的非常多啊遇到非常多关键还是心态啊一定要心态一定要稳啊一定要稳就遇到长话线句子是越来越简单的啊不能慌啊越慌越完啊 好就稳稳的把握住这一条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句子颠倒结构啊如果考试中句子颠倒结构是不对的也就是句子啊在前面东西你把它挪到后面去了或者把后面东西挪到前面去了这个都是不对的啊这个都是不对的啊第四个第四个跟第五个那就那就是啊比较难的了也就是说这个过程动词这个rise吧那我们还有什么过程动词呢以前讲过比如说become和remain吧和remain啊尤其这三个单词这是代表的过程 而不是代表的一个某个时间点发生了什么事啊 他的实态也就是在过去年发生的事是应该用一般过去式的啊就可以了 好的这就是本小节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